公车搭到一半,司机怎么就下车走人了? 台南有学生非常的错愕 说车子搭到一半,司机突然靠边停车 随后人就下车,自顾自的走掉 当时车上只有他一名乘客 一度以为司机是不是开车开到不高兴 提早下班,觉得很傻眼 后续司机有回来,手上提着便当 原来是下车去买饭 虽然能够体谅,不过相关单位表示不妥 司机可能会被处分 公车靠边停,不需要再客 就见司机下车走人 司机先去领钱 他提着工人工想再去领钱 开车开到不爽 头也不回往后走,这是搞罢工吗 学生语气听出错愕 整台车只有他一名乘客 信一经,难道我被丢包 都没了,他直接提早下班了 碰到这种情况,是该下车 还是继续等,帮忙顾车 去干嘛了,手上拎便当 原来去买饭 可以同理心的话是无事就还OK啊 但是如果没有告知状况是不好了 你上班就是你上班的本文做 事发在12号,才能有学生搭工车 遇到司机靠边停 疑似没说医生就下车 让还没到站的学生一头污水 发现原来是去买便当 能理解长时间待在车上工作辛苦 但管车单位觉得不妥 有些司机会先打电话 有的时候就帮他拿上去 这个亏损补贴的规定 来祭典处分 那也会要求客运公司 在班次中间要给予司机 适当的休息时间 工作中得尊重乘客 像这样达到一半被晾在一旁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难怪会错愕 记者黄富奇 台南报导 快点 Asians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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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